这排是男女混战 出自2023卸侠运杯第四轮 红方是左文静 左掌门 黑方帽子哥陆伟涛 比赛开始 左掌门上了补项 帽子哥过攻炮 跳马 视角炮 黑方足底炮 正马 边马 外马 黑方迅速调整 从过攻炮变成了中炮 因为对手不可能再回马看中兵了 左掌门冲九路兵 黑方打过去上市 往后拽打马 帽子哥吃足踩炮 往后撤 红方大横距 黑方小直距 兵过河 对手不截出 举他先补手相 走这招是未来有一个充足的打算 到时候马踩不动 兵也不敢吃 打底相闷死了 这个方向是没错的 红旗上马 黑方 不是 红方 亮距 黑方在准备不够充足的情况之下 把这个足三进一给走了 正确下法 应该是进中足 好处不少 一 红方平局抓炮 不是先手 二 红方进马未来踩不到中足了 三 红方如果又距过河 黑方多出一条路线 看实战 黑方直接冲三足 红方虽然说不能吃也不能拱 但他有一个进马的手段 这多出好几手棋 进兵拱鞭马 平兵炮打鞠 就算你黑方进鞠捉马也不合适 那红方就平局抓炮 由于黑方没有提前冲足 炮没跟 躲开的话 那红方还有回马炮打鞠的气 逃鞠呢 红方兵过河 三路炮也没法打底下 这中炮被赶走了 换一种 直接换 黑方亏 弄完关键人 九路兵还活着呀 你要是阻过河 红方就拱马 如果进鞠看住呢 红方还能套炮 还是抱下 回到主线 现在红方要进兵拱马 还有平兵炮打鞠 黑方进鞠捉马说了 红方会对桌 实战路特 马一进三 给对手腿憋住了 平兵就可以用鞠吃了 左掌门双兵过河 黑方用巷飞了 红旗进鞠捉马 黑方不想拖了这个鞠 他自己推到了底线 那红方顺势踩掉中足 要是提前冲了 就没有这么多事了 往下走 黑方落向叫沙 底向脱根 红方平鞠抓炮解杀 黑方平到了边路 他准备气炮轰向 中向一走就不是弹子炮了 黑方砍 左掌门平炮对炮 换了 黑方进鞠抓一手 平鞠过来炮打马 逃 也没吃兵 看来是想拼了 红旗躲炮 黑方下底 这张白红灌日使得不错呀 左掌门点了点头 他在寒冰真气的基础上 又创造了一套新招式 叫做寒冰真气人 这套掌法你知道吧 他必须骑马 在陆地上使不出来 帽子哥说我也会 这往里一蹦 下一步是气鞠沙炮啊 挑了 马登鞠吗 红方使出一招 同生共死 化解了 现在对手抓着中相 红方说不要紧的 马五进六 又出一掌 这可要了其命了 黑方不敢吃了 红方马六进八 就解不了了 卧槽是啥 称适呢 就挂脚 上将 用左鞠江他能垫马是吧 那就先马右鞠气了 飞驰不可 再江 绝杀 看这儿啊 红方进马 黑方不敢去吃中相 他赶快使出一招飞龙在天 别着马腿延缓攻势呗 红旗先踩相 黑方也干掉中相 红方的招法一步比一步破辣呀 马六进四 又是叫啥 还好有个狙防守 这种局面 红方怎么进攻呢 都学着点啊 左掌门使出浪子回头 抓炮 哎不对 浪子回头是华山剑法 乱套了 黑方躲炮 红旗再浪 黑方再躲 红方进鞠往直一点 坏菜了 因为现在红方是双马 同挂一脚啊 你这可怎么防呢 到时候肯定是丢鞠啊 黑方提前退鞠没用 红旗还是挂 你用鞠吃 挂成事 那么俩鞠都没了 换一个 用试条呢 这个就别挂了 黑方一吃啊 四鞠相对 红方可以先把中路鞠干掉 这里有一僵啊 吃鞠 挂脚 垫住 砍了 红旗获胜 现在红旗就已经摊牌了 他要挂脚 路特为了不丢鞠啊 他走马六进八 这招的好处呢 就是红方挂脚 可以出将了 但是弊端 没人看曹了呀 左掌门飞马而上 老将勾出来 然后退居叫杀 一招逼逼 黑方无力抵抵抗 随后认输 这个勒道啊 防不了了 黑方你退居的话 那也是僵啊 称式杀式 再持 绝杀 退居没用 还有一种就是上将 红方将 称式 做掉 回降 将 无论上下 红方平居绝杀